The Tri-Color Banner of the Russian Republic now flies over the Kremlin President Bush salutes the man who presided over the end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provides a solid basis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work in equally constructive ways with his successors 1991年圣诞节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给美国送上了一份最好的圣诞礼物 他在全国演讲中宣布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 这个幅员2200万平方公里的红色巨人 从此分裂成了15个国家 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时隔近30年 关于苏联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人们好奇于 为什么一个如此强大的超级大国 会并不学任地接替 人们反思苏联的失误 讨论苏联的黑历史 对古拉格和卢比安卡津津乐道 但在对苏联众多的批判之声中 却很少有人讲过 苏联究竟因为什么而强大 实际上 鲁苏的本质是在鲁美 你可以说苏联乌克兰大饥荒 卡丁森林 中国竞争半个世纪的国家 一定是做对了一些事情的 把苏联说的一无是处 那跟苏联冷战46年的美国算是什么呢 仅仅在20世纪初期 沙俄还被称为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 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在几十年后居然成为了 领导半个地球的世界一级 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知道美国和苏联是冷战两极 可是苏联的实力 究竟是如何与美国并列的呢 实际上 苏联的强大 不在于它以万为单位的坦克和核弹 也不在于它的航空航天技术的发达 或者变态的理科教育体系 这些只是苏联强大的表象 并不是苏联强大的根本 提起苏联 就说西方八一军演 是只看表象不看本质 美国自诞生以来 只位居过一个国家 就是苏联 强大如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 日本是唯一进攻美国本土的国家 而德国则是暴打了整个欧洲一马大西洋 但美国从一开战就知道 他们是必然被碾压的渣渣 1943年 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的罗斯福说 二战将以法西斯的无条件投降为结束 此时的美国日本依然强大 但美国对自己的胜利毫不怀疑 而即使到了今天 苏联亡了30年 美国电影里的大反派也依然是俄罗斯人 纵使俄罗斯的实力 到现在已经跟美国差着一个数量级 美国人却依然畏惧这个对手 像三体中说的 在宇宙中 最大的敬意是赶尽杀绝 美国人怕的不是苏联的核武器 不是苏联的坦克核潜艇 苏联陆局能威胁的只有欧洲 而美国的核力量并不弱于苏联 美国人恐惧苏联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苏联拥有一个 足以彻底摧毁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才是苏联的核心竞争力 这个竞争力是空前绝后的 很多人将苏联等同于大号的俄罗斯 这是完全错误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是一个没有任何地理民族色彩的国民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它不是俄罗斯 不是任何民族国家 它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 以社会制度为国民的联盟 意识形态是它的立国之本 现在提起国际共运 受西方宣传影响 很多人的看法都有时偏颇 但有一个事实是大家都应该承认的 一种社会制度 一种思想 如果没有相当大的号召力的话 是不足以让数千万人甘愿为之付出生命的 在中国东北的血缘上 在西欧的城市里 在拉美的雨林中 在非洲的高原上 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 说着不同语言的同志们彼此握手 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世界观 愿意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 一个万里之外的国家 可以有组织的不为任何利益 来支援另一个国家的统治 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历史上 是没有发生过的 白秋恩 加谬 奥威尔 海明威 铁托 聂鲁达 萨特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 可能一生都不曾与西班牙打过交道 但却愿意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 加入西班牙国际纵队 来到马德里和法西斯拼刺刀 这种精神 21世纪的人们是很难理解的 冷战结束后 由于美国完全掌控了国际话语权 导致相当多的人 天真的以为美国的价值观 就是唯一的普世价值 民主和自由 似乎绑定在了美国的制度上面 今天的人们 很难想象冷战时期 两种意识形态的争端究竟有多么激烈 要知道 美国的制度自信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一战后 美国逐渐意识到了制度优势 二战后让美国坚定了制度优势 而冷战的胜利 更是让美国认定了自己的制度是普世价值 但这种制度自信是一个不断加强的过程 并不是生来就如此自信的 和民族国家不同 美国这个国家是没有什么民族认同感的 其复杂的民族成分让内部文化差异巨大 而维系美国存在的恰恰是其立国的价值观 你可以跟美国人吐槽他们生活不健康 没有文化底蕴 自由遇见了公平 当普世价值遇见了人类解放时 才是美国人最恐惧的时刻 在苏联解体以前 苏联的履历可一点的不比美国差 至少在70年代以前 它的吸引力与美国是同等的 一个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国家 唯有资本家 没有贵族 创立于落后的沙俄 一出生就抵抗住了欧洲各国的围攻 在封锁中发展 靠着一个个五年计划快速的实现了工业化 用了20年的时间 从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 变成了欧洲第一大工业国 在1929到1933年的全球经济大危机时 只有苏联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这是什么剧本 这是网闻的剧本啊 而二战到来后 苏联打垮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 红旗踩上了柏林国会大厦 解放了半个欧洲的人民 二战以后经济继续快速发展 火箭上天 潜艇入海 第一个载人火箭 第一个人造卫星 第一个空间站 第一个月球探测器 在敌对的情况下 依然获得了15个诺贝尔奖 440枚奥运金牌 纵使西方如何污蔑苏联 这些实大实的成就是 谁也不能否认的 尤里加加林不仅是苏联的英雄 他更是人类的英雄 他在欧美依然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对于现代人来说 可能体会不到 当时苏联的存在 给劳动人民带来的鼓励 简直就是一针强心剂 苏联的存在证明了一件事 劳动人民从不敌减 没有资本家 没有贵族皇帝 没有王侯将相 劳动人民一样可以 创造出伟大的成就 毕竟在苏联诞生之前的 几千年里 历史不过是王侯将相的 泥方长霸我登场而已 关于这一点 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明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苏联所有的高官 几乎全部出身平民 斯大林是皮匠的儿子 莫路托夫出身店员家庭 加里宁是乌克兰贫农的儿子 米高阳是木匠的儿子 伯利日涅夫是野金工人的儿子 克西金是铁路工人的儿子 安多勒波夫 切尔年科是农民的儿子 甚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也都是农民的儿子 直到苏联解体前 苏共中央委员会里 工农出身的委员也占压倒性的优势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 大把的左派知识分子 把苏联当做劳动者的地上天国 苏联的号召力强到什么程度 从上世纪30年代以后 美国和欧洲就始终 被苏联的情报系统 渗透得跟筛子一样 这些间谍并不是用钱来收买的 而是由大量支持共产主义的人 自愿组成的 苏联对美国的渗透 达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二战美国的曼哈顿计划 由于保密级别过高 杜鲁伦作为时任副总统 都不知道这个计划 在罗斯福去世后 他才知道美国再搞原子弹 波斯坦会议上 杜鲁伦跟斯大林说 美国正在研制威力巨大的武器 斯大林呵呵一笑 杜鲁伦以为斯大林土豹子 啥也不懂 但实际上斯大林 不仅知道曼哈顿计划 而且知道的比杜鲁伦还早 就是通过苏联在美国的 间谍刺探的消息 理解了这种现象 就应该明白 美国和苏联之间 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从传统意义上讲 如果苏联不是苏联 而是沙俄 它是完全没有必要 和美国进行全球争霸的 地球足够大 融得下两个大锅 而全球争霸 对于美国和苏联来说 并没有什么艺术 尤其是苏联 每年为了争霸 耗费的金钱和力量 根本难以用数字统计 美国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冷战之所以会爆发 就是因为美国和苏联 这一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双生子 走到了一个 决定人类命运的路口 两个国家都认为 自己的路线是对的 都认为自己有义务 带领全人类走向光明 将美苏冷战 看成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争夺 是看贬了这两个伟大的文明 从1947年到1991年 是人类历史上发展 最迅速的半个世纪 在这段时间里 两大阵营为了证明 谁是更好的社会制度 进行了空闲的争夺 这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可以说 在人类千百年的斗争史上 没有比冷战更伟大的斗争了 相比于现在这个比烂的世界 冷战是一场竞争 谁更优秀的斗争 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己方蔓延 西方国家进行了巨大的让步 在冷战期间 美国和欧洲的贫富差距 始终保持在了一个相对低的水平 欧洲建立了完善的福利制度 二战前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一扫而光 而且是这一切的原因 正如切格瓦拉所说的 我们走后 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 会提高你们的工资 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 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 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年余效应 苏联也许不够好 但仅仅它的存在 就足以推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和人类文明向前进了 在科技方面 苏联将加加林送上了太空 搞出了空间站 建立了人类的第一块太空领土 而美国更进一步 不惜成本地进行了阿波罗计划 将人类送上了月亮 在民运科技上 人类医学在冷战期间大踏步的进步 各种天马行方的发明都能获得批准 像超音速科技这种疯狂的发明 也只有在冷战期间才能上马 美国诞生了各种新型家用电器 因为每一种新发明的应用 都能给美国式的生活增光天才 彼时的美国是真正的灯塔国 科技研发投入巨大 援助欧洲 拆解英法的殖民体系 这都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 在美欧逐步建立全民福利社会时 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突飞猛进 以医学而言 索尔人尼琴在1954年 还是个劳改犯的时候 塔石干的地方医院 居然能把他的肺癌治好 苏联的医疗水平可见一斑 全民疗养制度 在苏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遍布全国的疗养院 成为了苏联的压特色 在保证八小时工作制的同时 苏联将大量的高端爱好 变成了全民爱好 比如芭蕾舞这种东西 在帝俄时代是典型的贵族爱好 在苏联却变成了全民文化 极大的提升了百姓的审美水平 熟悉苏联的人都会发现 很多苏联的普通工人 基本都有第二个爱好 或者是寒兽夜校 或者是射击跳伞 比如苏联的女宇航员 在当航天员以前的爱好 居然是跳伞 之所以有这种生活 是因为苏联在和平年代的 大部分时间里都保留了 八小时工作制 解体前甚至一度考虑过 七小时工作制 至于教育方面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苏联变态的高强度 高速度的教育体系 以及全民级超高的数学水平 与它同时代的 彼时的欧美教育体系 也培养出了一大群高人 在各行各业都大世纪人物出产 关于苏联缺一小时的段子 主要在斯大林时期 以及解体前的最后几年 实际上 苏联的生活用品上 的确是没什么选择 但生活水平绝对算不上差 苏联在冷战期间 某纺制品产量世界第一 棉布产量世界第一 鞋、砂糖产量世界第一 奶制品消费量世界第一 啤酒和冰淇淋消费量世界第二 苏联笑话 虽然是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 但可不要认为 一个缺一小时的国家 会成为世界一级 从社会生活上看 苏联人的生活水平 是低于美国的 也低于西欧和日本 但除此之外 基本就是最高生活水平了 要知道 赫鲁晓夫时期 赫鲁晓夫可是和宁克松 发生过著名的厨房辩论的 彼时的苏联人民 生活水平飞速增长 赫鲁晓夫楼虽然臭 但它解决了苏联人的住宅需求 更重要的是 它是国家免费发放的 赫鲁晓夫的理论是 在苏联 人人都可以分到国家免费提供的房子 而美国的穷人只能睡大街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如果没有足够的底气 谁敢和美国人 比谁的生活更优越呢 双方的社会生活 各有优势劣势 美国人有充足精美的商品供应 更重要的是效率更高 而苏联正在公平 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壁垒 而且更稳定 失业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也没有经济危机这种事情 但苏联体制的缺点也十分明显 高度的计划性经济 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民用需求被长期压制 商品质量差 科技成果转化为具体产品 周期长 见效慢 所以逐渐在冷战中落于下风 美国人生活的缺点 是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及失业风险 比如碰见了中东石油危机这种事 就有点搞不定 但美国市场经济的优势始终是巨大的 冷战期间的美国工人 可以做到一人工作 养活一家人两头狗 这是美国胜产力强大的最好证明 也是美国人至今怀念的黄金时代 当然了 苏联解体以后这种日子就别想了 毕竟没有威胁的资本家 没有必要始终向工人让利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 是一个过于超前的体制 带来了内部的资源配置极不均衡 军工业长期绑架国民经济 百姓生活水平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 长期停滞 缺乏选择和享受 苏联产品质量差 共行了大量的段子 但是除了苏联解体的默契 苏联人的问题始终在好不好 而不在于有没有上 东德在1979年拍过一个讽刺电影 叫做《部长的汽车》 讲的是一个东德工人的私家车太旧了 机缘巧合下换了一辆部长的旧车 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搞笑故事 电影的目的是为了讽刺东德的腐败 但是即使这样也可以看到一个事实 1979年的东德 普通工人家庭是开得起私家车的 作为苏联的亲儿子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生活水平 在平权方面 冷战更是把整个地球的平权按了加速键 苏联诞生以后 全球女权水平大幅提升 因为男女平等是苏联的核心立国思想之一 女性在苏联大量参加工作 第一个女飞行员 第一个女巨鸡手 第一个女宇航员等等 成为了世界与女权的代表 而冷战期间的西方 在种族平权方面也有了巨大进步 美国废除了南北战争以来 持续百年的种族隔离制度 黑人第一次在生活上 拥有和白人平等的待遇 这和冷战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而全球性的殖民体系 在美苏联手的拆解下全面崩溃 大量的民族国家获得独立 联合国成员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 从50多个增长到了近200个 这些国家的独立都离不开美苏的支持 全球的人们都开始拿起武器 反抗殖民者 总之 冷战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一个科技飞速进步 平权快速发展 贫富差距缩小 生活水平提升 现代化全面普及的时代 一个资本家不敢肆意剥削工人 一个全球化不敢随意剥削第三世界的时代 是一个人类正在逐渐摆脱锁链的伟大时代 而这样的一个时代 却做到了核战争的活药桶上 毁灭可能就在下一秒 最光明的进步与最黑暗的现实同时存在 这就是冷战的矛盾性 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再也没有搞过像阿波罗这样的疯狂计划 因为没有动力了 全球范围内 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急速扩大 巴菲特索罗斯这种大恶 又可以拿出来当全球偶像了 而第三世界国家 也一个个靠上了西方国家的枷锁 在全球化中被剥削的勇士不得翻身 而这一切是因为苏联没了 冷战结束了 那个敢于为劳动者说话的超级强权不在了 如果国际工人还在的话 香港的资本家敢把胡人赶进观三大的房子里吗 90年代以前 香港的房价几次跳水跳成白菜价 为什么90年代以后从来没有这种事了呢 死人不会说话 后世的人可以拍出像《兵临城下》这样的小丑电影 对死去的巨人随意辨识 也许在有生之年 我们还能看到美军功和柏林 苏联和德国成为周星国的记载 提起苏联的黑历史 古拉格也好 大作反也好 各种各样的苏联笑话也好 我都不否认 对于他的黑历史 该批判的一定要批判 但是 谁都并该否认苏联精神的正义性 一个伟大的文明 必然有一个伟大的精神在支撑 能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 一定有一个伟大的精神和使命 在做它的后盾 人类历史上三个超级大国 大英帝国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 他们都对人类文明的进步 有着无可替代的推进作用 那么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 为何最终会走向解体呢 曾经的苏联是世界无产者的老大哥 是劳动者的避风港 而那个兵出布拉格 抛弃伊朗人民党 对社会主义兄弟动刀子的国家 那是一个张牙舞爪的红色沙鹅 它无力再强大 也终究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去窍 而苏联的精英们 更厌倦了与百姓们 共享一个国家的权利 苏联时代 苏联高官们的腐败 也不过只是走私一些紧俏商品而已 但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诞生的无数寡头们 让苏联人民才知道了腐败的真正含义 直到苏联解体的前一天 他的军队也是天下无敌的 但一个背叛了自己灵魂的国家 必然会被历史扫进固执堆里 屠龙者变成了龙 自然是要死掉的 但这并不意味我们要忘记他曾经的勇气 我们看着他出生 看着他成长 在他的影响下强壮了自己 也与他刀兵相见 对峙多年 最终 他用自己的死亡告诉了我们 要如何更好地活下去 莫斯科红场上 解放军唱节的卡修莎 是我们为这位相爱相杀70年的老朋友 送上的一曲最后的晚歌 感谢大家的三连 我是小约翰可汗 每周将你一个追逼小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